美国国务院主管经济发展的次国务卿 接受美国之音独家专访 讨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选举等议题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指出 日本 新加坡 韩国 台湾 泰国 及越南等地已经出现明显的新冠病毒社区传播情形 新冠疫情持续蔓延 会对中国经济和全球经济产生什么影响 美国之音邀请专家为您解读 2月21号星期五 欢迎收看美国观察 我是鲍容 首先我们来关注美国国务院 美国国务院主管经济发展的次国务卿 星期三接受美国之音独家专访 讨论包括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选举 美国东盟特别峰会 以及美国政府所推出的一项新倡议 这项倡议要求美国驻外使馆 对美国私企扩大对外出口与投资提供协助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总干事选举将于三月初由这个组织的协调委员会进行提名和表决 其中呼声最高的可能人选之一是来自中国 现任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副总干事王尹斌 包括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内的美国政府的高级官员 最近纷纷表示美国正在密切关注 谁将成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下一任总干事 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 荣香你好 方荣你好 是 那么美国国务院次亲接受你的独家专访 专访中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焦点呢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英文简称WIPO是一个联合国的机构 那么最近引起了注意是美中竞争的最新篇章 美中这两个国家正在积极争取多边机构的领导权以及话语权 在专访当中呢 美国国务院的次亲呢 尽管没有明确表示反对 但是他对于中国政府所支持的人选 可能担任下一任的总干事表示了担忧 下面呢我们来看看国务院的次亲克拉奇怎么说 我们正在跟踪这个非常重要的提名 因为你知道经济安全的关键是保护美国资产 其中之一就是知识产权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有个候选人 而中国可能要为90%的知识产权盗窃 网络黑客等负责 因此我认为很多国家都在质疑这一点 我们知道新加坡有个很好的候选人 因此这是件很重要的事情 美国国务院的次亲呢也提到了美国和东盟的关系 我们知道呢去年11月份 美国总统特朗普并没有参加东盟的峰会 他派遣了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来参加 之后呢美国政府呢 邀请了东盟各国的领导人来参加 一个由美国所主办的美国与东盟特别峰会 那么这个特别的峰会呢 预计是在3月24号在拉斯维加斯举行 那么在专访当中呢 国务院的次亲克拉奇呢 他否认美国忽略了东盟 他强调美国非常重视与东盟的关系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他怎么说 我觉得有三点 第一个是看美国的这种经济模式 有自由和促进增长的政策 它确实是一个支撑世界其他国家的模式 如果你看看我们的经济 创纪录的失业率 GDP增长 生产率等不言则明 因此它提供了一个模型 第二是利用私营部门的创新和资源 以此推动进一步经济增长 第三个是建立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 并建立一套信任原则 与我们的盟友 伙伴和朋友一起 建立经济增长 特别是在具有战略意义的东盟地区 这个星期在美国国运的主导之下呢 与美国政府跨部会的其他部门呢 推出了一项新的倡议 目的就是在通过美国驻外使馆 来协助对希望扩大对外国出口 以及对外国投资的美国私人企业 以及呢 希望在美国进行投资的外国企业 来提供协助 那么克拉奇国务慈欣呢 他也在专访当中一再强调 经济安全攸关国家安全 报容 好的 非常感谢荣湘从国务院发来的报道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网站 20日指出 针对2019新冠病毒的旅游相关信息 认定日本 新加坡 韩国 台湾 泰国 以及越南等地 已经出现明显的社区传播情形 但是尚未达到旅游警示的标准 CDC解释说 社区传播意味着有人感染病毒 但是部分个案出现了包括感染地点 感染途径不明等状况 韩国政府20日宣布 新冠病毒已经突破该国的防疫网 出现了社区感染扩散的绩效 台湾总统蔡一文20日则表示 台湾目前都是零星的个案 并不符合社区传播的要件 另一方面 170名澳大利亚人星期四 乘坐包机抵达达尔文 并将在那里隔离14天 此前他们离开了 在横滨停泊的钻石公主号邮轮 船上有600多名乘客和船员 感染了新冠病毒 新冠疫情持续蔓延 国际机构以及政府 对于疫情的经济影响程度的预期 各有不同 我们今天请到了 美国PNC金融服务集团的副总裁 高级经济师叶文斌先生 为我们解读 叶先生您好 您好 是 国际上有许多的信用评级机构 还有投行是纷纷下调了 他们对于今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 那么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这次的疫情会不会对中国的经济 造成很大的影响 我们也下调了对今年的增长预期 我们之前是认为 今年第一季度的总产出增长 会差不多6%或者是稍微少一些 现在我们的预测是5.2% 这是同比增长 也就意味着 就是今年第一季度跟去年第四季度 基本上是没有增长 也就是说一些直接受到这个疫情的影响的产业 比如说旅游业或者是餐饮业 会实现非常大的程度的缩小 而那些其他的产业增长会比前几年的趋势要弱好多 最近这个苹果公司针对疫情是发布了预警 那么也是导致了股市的震荡 那么疫情会对美国的企业 还有全球的企业的供应链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要是说影响的方向来 这很简单 这就是那个负面的负面的影响 但是这个负面影响有多大还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这个都关系到这个 就是政府对这个感染的措施实行多长时间 按照我的理解 中国的就是多部分的地区已经 就是大陆多部分的地区已经开始允许 就是公司就是开始生产 但现在最主要的制约是 农民工回到工厂的就是的数量是比较有限的 所以这个是一个供给方的一个制约 但是这个对个别产业的供应链的影响会很大的 其中包括全球的汽车的制造业 那能不能跟我们具体的说一下 这个美国的企业还有美国的政府 分别可以采取哪些的措施来应对这些冲击呢 很难说就是这个冲击 就是来得很快 我觉得就是一般来说 经济发现一个冲击 就是最经典的对冲的方法是央行降低利率 或者是降息 或者是政府实行财政自己政策 但是这个冲击它不光是说就是减少了中国的需求 也是减少了中国的供给的能力 因为这个对中国的这个物流和交通的这些制约 还有生产的这个制约 所以最主要就是先就是关好这个冠状病毒的这个感染 然后第二是就是经济回到常态 肯定是放到第二步 那我们再来说说这个美中贸易方面 疫情会不会影响到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执行 以及第二阶段的谈判 我觉得这是现在已经肯定的了 中国要是在就是今年增加它对美的这个进口量的 要是增加的话肯定是今年第二就是下半年才开始才会开始的 今年就是上半年中国对美的这个进口需求会很弱的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美国PNC金融服务集团副总裁高级经济师 这是晏文斌先生的精彩解读 前美国国防部印太安全事务助理部长薛瑞福指出 近来解放军在台湾周边的活动极其危险 极其挑衅 美国总统特朗普任命驻德国大使理查德·格伦内尔 为美国国家情报代理总监 在最近的民主党总统竞选辩论上 众人的矛头指向了最新进入竞选行列的 亿万富翁布隆伯格以及领先者桑德斯 尽管中国各地陆续复工 新冠肺炎的疫情仍在发展 这场疫情对您的家人 生活和工作计划 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和影响 您所在的社区和城市目前疫情如何 欢迎您通过电邮将您录制的音频 视频或文字图片 跟我们分享 我们的电邮是 mystoryatboanews.com mystoryatboanews.com 也欢迎您留下您的联系方式 我们的记者会尽快与您联系 在中国应对新冠病毒疫情中 中国军队所扮演的角色令人关注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 这场疫情或许能够反映出中国解放军的 现代化动员和军力投射能力 详细情况 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莫宇 为我们做进一步的介绍 莫宇 是 包容 那么直到在疫情爆发之后呢 中国的一些报道显示是说 中国成立了驻俄部队抗击疫情运力支援队 并且派出多批的从各军种抽调的医护人员 支援武汉应对疫情 而且花了十天时间建成的武汉火神山医院 也是交付给了军方 那此外 武汉也是中国解放军 在这个军队改革之后 新成立的联情保障部队的总部机关 那直属于中央军委领导 那星期四的时候 美国国会下属的 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主席 克里夫兰呢 他在这个一个有关中国军力投射的听证会上 就对中国解放军后庭力量 在应对此次疫情中的部署动员能力感兴趣 那他认为这将反映出 中国军队的海外部署能力 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我认为后勤对任何崛起大国都至关重要 你必须要有支柱 后勤扎根于国内 我感兴趣的是 中国如何利用后勤支柱来部署 或用于支持或应对国内的问题 比如新冠疫情 如果他们不能在国内做到 我好奇的是 他们如何能够部署到海外 那么参加作证的美国助理国防部长帮拜五角大楼 分管中国事务的最高官员施灿德表示呢 目前还没有全面具体的细节来了解中国到底是如何进行部署和应对的 以及这对中国会有哪些影响 但他说从公开的信息来看 中国军队较早的时候就作为全国层面的动员参与到了应对疫情当中去 那他认为中国军队的这次表现可能会对解放军产生影响 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仅从公开的信息来看 解放军和中央军委下属的其他力量非常积极和协同地投入到应对这个问题中去 时间上较早 通常做得也很严格 这反映出很多国民的愿望 除去这场疫情本身的灾难性和中国人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之外 他们做的是好是坏 最终会让解放军变得更好 也有可能不是这样 那施灿德在星期四的这个听证会上呢 主要是谈到他对中国军力投射的看法 那他说呢 中国采用全国动员的战略来实现军队现代化 并且发展军队的远征能力 目标是建设世界一流军队 重建这个领导大国的地位 那他认为美国及盟友需要做好与中国发生各类冲突 以及现有国际安全体系和规则遭受挑战等等情况的准备 不过他同时也表示说竞争不等于冲突 美中两国需要发展有建设性和稳定的防务联系 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 管控风险 减少误判和冲突升级的风险 包容 好的 非常感谢墨宇从新闻中心发来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的前印太安全事务助理部长薛瑞福 将于周五结束他在台湾五天的访问行程 这是他卸任后海外访问的首站 台湾政界普遍认为 薛瑞福的来访除了彰显他个人与台湾长久的友好情谊 也有助于深化美台关系 以及两国在维护区域和平上的合作 薛瑞福在台北指出 近来解放军在台湾周边的活动极其危险 极其挑衅 现在只能仰赖台湾军方成为负责任的一方 以其专业和能力来避免冲突和误判 他还说台湾是美国印太战略的核心 美国期盼与台湾扩展关系 强化彼此在许多领域的合作 这些领域包括促进贸易 扩展台湾的国际空间 安全防卫 及时情报以及信息交换 以及美国作为台湾与日本及印太国家的桥梁 促成更多三方合作平台等 去年12月才卸任的薛瑞福离开五角大楼之后 第一个出访的地方就是台湾 美国总统托朗普已经任命驻德国大使 理查德·格伦内尔成为美国国家情报代理总监 格伦内尔在情报界没有直接的经验 但是据说他是特朗普的坚定拥护者 他的任命不需要参议院的确认 一些政治观察家说 这也许就是为什么特朗普以代理的身份 任命他的原因 格伦内尔将是美国史上首位公开承认 自己是同性恋的内阁级别成员 格伦内尔是特朗普去年7月解雇科斯以来 任命的第二位国家情报代理总监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密友和知己 罗杰·斯通的判刑定于周四宣布 他的罪名是对国会撒谎 篡改证词 以及因2016年俄罗斯大选干预调查 而妨碍司法公正 法官艾米·伯曼·杰克逊表示 在斯通的律师要求进行新的审判之后 他可以考虑推迟宣判斯通的判刑 检察官建议斯通在监狱服刑79年 但是司法部长威廉·巴尔和司法部的其他高级官员 否决了他们自己的检察官的建议 并建议缓刑 巴尔干预之后 四名检察官离开了这个案子 特朗普上周祝贺巴尔负责斯通的案件 双方都否认是特朗普要求他进行的干预 巴尔定于下个月在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上作证 两千多位司法部的前官员已经呼吁巴尔辞职 说他对斯通案子的处理 公开而反复地蔑视司法部门的独立性 在最近的民主党总统竞选辩论上 众人的矛头指向了最新进入竞选行列的 亿万富翁布隆伯格以及领先者桑德斯 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的报道 由于民主党官员放宽了规定 加上布隆伯格在星期二公布的投票结果中排名第二 他因此获得了参加NBC电视辩论的资格 成为紧随联邦参议员桑德斯之后的有力竞争者 曾经是共和党人的布隆伯格 个人出资数百万美元推出竞选广告 导致人们将他跟特朗普总统比较 如果我们用一个傲慢的富翁来取代另一个 那民主党会承担巨大的风险 这个国家已经让富人优先很长时间了 其他人都在泥潭中无人问津 布隆伯格称自己有成功的经商背景 和前纽约市长的经历 前副总统拜登批评布隆伯格任职纽约市长期间 允许警察采取被称为拦截搜身的打击犯罪活动的做法 拦截搜身主要针对少数族裔社区的居民 这个政策十分可恶 实际上是对人们所有权利的侵犯 前印第安纳州南本德市市长布里吉格和其他人都认为 来自佛蒙特州的联邦参议员桑德斯观点太左 无法赢得这次总统选举 我们最终要做的是为那些劳动者发声 他们工作了45年 但收入跟45年前相比并没有增加 怎样在竞选中胜出 艾米·科罗布查参议员给出了答案 我们可以提名一位女性作为美国总统候选人 我认为假如我们拿出党的力量 我们的道路就能够持续走下去 内华达州的民主党人将于星期六举行党团选举 民主党参选人下周二将在南卡罗兰纳州再次展开辩论 美国真记者奥苏利文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举办的一场展览 试图超越和颠覆人们对原住民艺术的固有看法 来看报道 这场名为伸展画布的展览涵盖了近一个世纪来 最有影响力的美国原住民艺术家的39件画作 其中包括上世纪初美国西南地区原住民艺术家在画布上的最初尝试 也有目前仍然活跃在当代市场上的艺术家作品 你可以看到早期的画作一般较小 这些作品的尺寸、内容、甚至艺术家使用的材料 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市场因素的影响 随着时间的推移 你会看到近期的作品尺寸越来越大 题材也更加丰富 这些作品更多是为了当代艺术市场创作 而不再是传统的旅游市场 策展方说 这次展览试图解答美国人关于印第安原住民艺术的核心问题 即什么是原住民艺术 以及如何欣赏原住民艺术 这些作品和视角告诉我们 原住民艺术可以是多元化的 在一些影像中 我们很容易找到传统的印第安原住民元素 但很多其他作品不是这样的 展览按照年代顺序大体分成五个部分 在都市风貌展区 人们看到的是上个世纪50和60年代 大批原住民艺术家涌入纽约之后 现代主义对原住民艺术产生的影响 这种融合在亚利桑那州 雅齐部落原住民艺术家 马里奥·马丁内兹的作品 布鲁克林中可见一斑 主题就是纽约这座城市的能量 但表现方式则是基于 印第安人雅齐部落的宗教文化和世界观 同时人们也可以从笔法和线条中看出来 我大量借鉴了纽约画派 现代主义和抽象主义的元素 这幅画是来自多种影响的混合体 这是2002年我第一次来纽约的时候 这座城市给我留下的印象 来自俄克拉荷马州的原住民艺术家 雅美利加·梅里德斯的作品 描绘了人物 雄鹰和爬虫 等人们熟悉的北美原住民题材 这幅画叫做祈福 画的主题是一位切诺基部落的钥匙 他被认为是圣人和智者 掌握了常人无法拥有的智慧 他在告诉人们既要像爬虫一样低形 又要像熊鹰一样高飞 但是如果仔细观赏 人们可以发现 梅里德斯作品的光线 色彩 和笔触中若隐若现的夕阳油画技法 我不是百分之百的原住民 时至今日 我们大多数人的身份认同是多层次 并且在不断变化的 我需要在作品中表达这种视角 我的欧洲血统是我的一部分 因此我在作品中要承认并接受这一点 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 印第安原住民艺术往往被认为 是商业性和装饰性的民俗作品 无法登入艺术的最高殿堂 策展方表示 这次展览或许可以改变 人们对原住民艺术的一些传统看法 在进入画廊时保持一种开放的心态 准备迎接挑战和惊奇 即使你不具备原住民艺术背景 或者任何艺术背景 其实也可以欣赏这些佳作 平时一想到美国原住民的艺术 人们脑子里就会出现各种刻板的印象 我在这里看到的是来自不同背景 不同观点和不同地区的艺术家 你可以在展品中找到这些差别 而不是一种千篇一律的展示 策展方说 这场展览是关于近现代 美国印第安原住民艺术作品的 最具代表性的一次展示 展览将持续到2021年秋季 美国之音张珍 纽约报道 2018年 美国的出生人数降至了32年来的最低点 有些人有意识地选择过无子女的生活 来看报道 我认为如果两个人不想生孩子 以此作为妥协 那么是的 孩子会破坏婚姻 我从来不想要孩子 我妈妈所有的人都说 你会改变主意的 你会改变主意的 我是说因为你知道那是现实 像那首歌 先是爱 然后结婚 然后是婴儿车 这是在预料之中的 所以我们不是讨厌生孩子 而是我们觉得不适合我们自己 有些人工作太忙 没有时间生孩子 但我知道那不是我们 我们不是职业驱动型的 我并不是想在事业上 往上爬的或什么的 我们热爱城市 热爱城市生活 但像这些城市里的学校 如果我们有了孩子 想要继续在城市生活 就得送孩子去私立学校 是啊 这不是问题 这很难确定 我知道学费很高 我们不认为没有孩子是一种缺失 因为它不是我们婚姻中缺失的部分 我不这样认为 我们喜欢旅游 冒险 经历新鲜的事物 我们去过南美洲 阿根廷和智利 我们去过欧洲 我们几乎去过 意大利 西班牙 葡萄牙 法国 阿姆斯特丹 克罗地亚 希腊 土耳其 爱尔兰 我可能还有一些地方没提到 大多数人 特别是有年幼孩子的人 父母中有一个必须在家 得看孩子 人们说我们自私 这触动了我的感情 但是我知道我擅长什么 知道我想要什么 我不想要什么 我不认为这是自私的 我还认为 我们尽力做最好的自己 对我来说 这是对世界的一个贡献 这绝不是我没有孩子的原因 但我对我们的国家的现状不满意 我对处理环境的方式不满意 我不会在这种环境中 抚养孩子 我不想 这应该由你和你的伴侣 决定日子该怎么过 无论外界怎么想 我们都对自己的选择感到很舒心 无论外界的观众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